这个扇子其实你们估计用不上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小心得吧 就是刚到北京的时候 跑足足跑很多 然后每次拿到新的剧本 可能马上就要剪导演 他会先给你人物小传 然后你可以回家看一看 你要给自己心里暗示 就是这个角色 上了台之后千万不能紧张 越是放松的状态 你演得出来的东西越真 他都不是演的 他就是那个人物 就千万真的不能紧张 因为越紧张越会砸 越紧张越在演 越紧张越在表现状态 师哥有什么放松心态的小妙招 分享给我们吗 你把你的词全部背下来 你就更自信了一分 不会自信十分 你起码多自信一分 你负担少了 就会自信一点 你千万不能在台上想词 你们一想词 那大屏幕表现你的五官就很清楚 其实可能你在故作镇定 但是大家都看得清楚 所以你这个词一定要拿捏得很 如果自己对自己演的这个角色没有把握 就把它备受 熟能生巧 林郎老师就是 对词方面有一套 没有一套 也就 因为我 我还好 我没有进去 但是我微微打断一下 因为他们时间非常有限 好 好 所以很感激而为 三个无聊 对 加油 谢谢 加油 放松 不要紧张 真的不要紧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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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